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长期投入台湾樱花钩稳归 七地改善及富裕野放工作 从2017年开始 更新手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成功地把台湾樱花钩稳归一地野放 重返历史七地荷欢溪 而现在台湾樱花钩稳归 已经在荷欢溪当中自然繁野后淡 让民众上山也可以轻易欺少到 台湾樱花钩稳归在水中悠有的生云 碧绿色清澈的溪流里 鱼儿在水里悠闲得游来游去 随便看都有好几只 而它们可都是保育类动物 樱花钩稳归 樱花钩稳归贵为台湾国宝鱼 在1950年以前在各个溪流随处可见 但因为有了五年农场以后 周边土地也跟着被人开发 树都被砍光导致溪流水量变小 石头大的蓝沙坝 让属于龟客的它们几乎无法回流 另外纵横公路周边开发果园 有农民改用毒性极强的化学毒剂毒死鱼群 重重原因导致樱花钩稳归 短时间内瞬间到了几乎绝种的境地 又都只剩下200多位 但泰鲁阁国家公园与雪霸国家公园合作 让樱花钩稳归冲返历史七地和欢西 100年放了之后 他们后续核汉溪上游部分 经过108 109年一直到现在 那族群数量非常的稳定 那也有自然繁殖 就是情景很好 那族群很稳定 也就是相较于98岁有放到其他的溪流 相较之下 我们核汉溪上游这边的 非常的稳定 樱花钩文贵现在在全台 已经有超过一万五千位 是刚开始富裕的60倍之多 虽然现在游客到了何欢西 就可以轻松发现他们的身影 但泰鲁阁出也呼吁民众 希望不要干扰卫士渔群 否则将会一发开拔